一只猕猴坐在办公桌前低着头好像在办公 这张照片最近在网路疯传还被上次注解 说现在都放寒假了却还终成认真的上班 还有的上次说猕猴都上班了自己还在失业中 这一只被笑说是公读生的猕猴出现的地点 就在高雄中山大学工学院的办公室 消防表示这只猕猴应该是为了觅食闯进办公室的 就是同人出去的时候门没带上 所以猴子就回来坐在他位置 他其实是在翻箱倒柜找食物 他找不到他就会离开也不会伤人 感觉在办就真的像在办公 我们都会说什么就请他来当公读生这样 我们就不用来或请他来帮我们点名上课之类的 猪生大学校区出现猕猴已经是常态 都是为了要找东西吃 这一次溜进办公室还被拍下了这张逗趣的照片 校方为了防猕猴入侵还特地请厂商设计防猴纱窗 希望能够跟猕猴和平共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